这位先生来自四百多年后 晚辈萨北宁见过李时珍先生 您的本草纲目在后世被奉为医药典籍 您呕心沥血几十载写就本草纲目的故事 我们从小就听了 先生 您想不想看看 看客出来的本草纲目 此乃我毕生所愿 当然想啊 我为两位带路 好 请 请 李时珍先生 胡晨龙先生为您看客的那一版 后世称为精灵版 但是此后本草纲目又经历了很多的版本 而且您的书还传到了东洋西洋 引起了世界的观众 这是我一生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后来英国有一位生物学家叫达尔文 他就多次引用过您的本草纲目 而且他把您的本草纲目称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好啊 能为四海之人康剑 掠尽棉薄 是我的荣幸啊 后来到了公元2011年5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世界技艺名录 皇帝内经还有您的本草纲目被收入其中 这也是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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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宗希 我父亲的书现在何处 就在这儿 您请看 此地为何要存放如此多的医学典籍 这里是中华医藏的资料室之一 中华医学典籍绵延数千年 传承了历代医学先贤的智慧 据统计 现在在全国各地主要图书馆 存放的中医古籍多达八千多种 但是当中有一些古籍 因为年代久远 原本破损 导致逐渐的泯灭 所以国家提出要保护典籍 用好中医药学的宝贵财富 修传中华医藏 您的本草纲目 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 这可是我毕生的愿望啊 我一直都在期盼 后世医者能够学问更广 考证更精 让医学药学更上层楼 你看这儿 皇帝内经 正类本草 神龙本草经 李时珍先生 您看 本草纲目吗 真是 真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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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先生 萨师针一败 萨师针一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萨师针一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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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